徐明委員發言 徐明委員發言以後我們先休息10分鐘 有請副秘書長 林副秘書長請 委員好 副秘書長好 我們知道說其實 院長副院長上來以後其實 對司法改革也做了蠻多的努力 那我想直接問就是說 其實昨天是立法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革新 就是所有的協商 現在都是在直播 那甚至 大家最關心的 政黨協商院長主持的 甚至不是院長主持的 是各黨團召集的 也都開放 那過去被視為這個秘密花園 覺得這個以前是可能都看不清楚的 現在都有 我只是在想說 那我們法院審判過程 有沒有可能直播 因為 根據法院組織法第90條 是有錄音啦 可是錄音有沒有公開 那必要時是得與錄影 可是在庭之人非已經審判長 許可不得自行錄音錄影 未經許可 這個都要把它消除該錄音跟錄影的內容 那可是你看 其他國家的處理 2007年美國27州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將延遲辯論 內容網路直播 那加拿大這邊 最高法院網路直播審判 每次錄影 紀錄上都上傳存檔 那英國還跟這個Sky News 跟電視台合作 直播審判 美國2012年44個州的法院電視直播第一審 及上述法院之審判 甚至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民主法治進度 不及台灣的這個中國 在2013年 法院庭審直播網路開通 全國各地法院的庭審直播 我意思是說 副民主黨你們有在規劃這個方向 您對這個看法如何 跟委員報告 這一個關於法庭直播這個部分 在我們的司法史上 畢竟是還沒有做過的 那這一部分我們內部是有在討論 但是基本上的定調 還沒有一個具體的結論 那當然我們也 這個衡量了幾個 就是說當然在這個法庭的直播 在國外有這個例子 那它的功能基本上也可以讓民眾 最起碼的一個教育功能 然後還有讓法庭的透明化 程序的透明 都有它的正向的功能 那它的負面的你們覺得還在考量 或覺得不同意見的 會是在哪些方向 這一個內部 就是說不是司法院內部 就是法官的內部的討論 裡面是有部分的這個法官是認為說 在訴訟判決之前 關於的訴訟資料 是不是能夠讓這個 這個毫無遮掩的情況之下是揭露 可是你還是可以旁聽嘛對不對 是 那這個差別在哪裡 你的訴訟資料旁聽還是會揭露出去啊 對不對 只是它的範圍 它的對象 跟它的時間速度 差別在這裡而已 那這一部分 基本上是 如果 這一個把它露營起來 這個事後的重播 基本上是會 沒有一個立即的效果 但是在討論裡面 部分人擔心的是說 今天不是程序公開而已 就是說在那個證據的揭露 證據揭露的這個過程當中 會 會給這個 那這些國家都沒有這個疑慮 所以這一部分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說 是可以討論跟研究啊 那除了剛才 部分法官是 考慮到說 是不是證據在揭露過程當中 超越了月卷的範圍 也有一個可能性 會變成說是 露營的這一個情況 是被人拿去做一個 不當的一個 運用 那怎樣不當的運用 會擔心哪些不當的運用 法官審判態度太差 還是法官實在見解實在太高超 它會產生怎樣不當的運用 這一個部分 這一個部分 其實我 副委員長 我不是要插你的嘴 我是說你這些說法 我真的覺得 我們立法院可以拿來用 這些決策實在影響太多了 討論的東西 不要 等一下 我就是說 如果連立法院制定這麼多 很多重要政策 甚至會影響到 貴院的 都是在一個公開透明的情況之下 我意思說 法院的審判 除了你講的這些顧慮 那為什麼其他國家沒這個顧慮 第二個 這些顧慮 從你們專業的角度 會是個問題嗎 你們還是有開放旁聽啊 對不對 那這一問題還是 你擔心這問題還是會存在啊 我想 在這一部分 我跟委員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就是說 在還沒有定案之前的種種的考慮 我們都會去聽 但是我想在我們政策的決定 過程 這方面的種種的 所以副委員長我可以這樣講 你們有去討論 可是現在沒有定案 甚至內部有反對的聲音 所以沒有一個確定的日期 或是確定的時間表 這一個部分嘛 這一個目前來講 這個是確實是還沒有一個 實施的確定日期 因為這要修法 我知道 那你們也沒有這樣一個 對案出來就對了 目前這個還沒有 這方面的具體的結論 我感覺是 你講這些理由 從我角度而言 都不成為理由 他比較想是 這個 因為直播他另外一個公開透明 就是民眾會監督啦 那我覺得司法改革之所以 民眾會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說 除了所謂恐龍法官這些說法之外 因為司法離民眾太遠 民眾會覺得他搞不好是另外一個黑箱 那這樣的東西使你司法改革 就算你做很多制度上的調整 民眾會覺得司法遙遙不可及 甚至到進了法庭以後 就算有律師 這個權力的不對等好像也非常明顯 所以我們這邊是期待 如果其他國家都可以做 連中國 都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難道他沒有這些考量嗎 對不對 我覺得司法院這邊應該更積極一點 下一個 關於這個 憲法訴願制度是不是可以 個案判決為對象 因為我們 時代力量黨團 那時候在大法官提名的時候 其實院長被提名人 跟副院長被提名人 其實在答問卷的時候都提贊成 那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每年受理針對裁判的憲法訴願 高達四千多件 我們大法官最被詬病 就是每年所做出的解釋 經常不到時間 而且很多都是抽象的 甚至 覺得沒有 雖然做出解釋 也沒有一些救濟的效果 副院長 這個方向 是院長跟副院長 那時候所做的承諾 你們有在做 有在 討論這個問題嗎 我跟委員報告 這部分確實是在進行當中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說 人民對於任何一個決定 他如果認為有違憲疑慮的時候 他應該要有一個救濟途徑 那這一個部分 我們確定百分之百在進行當中 所以未來會是往這個方向前進 那你們什麼時候相對應的 會提出來 那這一部分基本上 我們一定會提出來到這個 那個相關的國社會議去做討論 因為這牽涉到整個制度的一個修正 對 那還是會修法 你們版本 內部的修法部也在 所以這個方向是一定會走的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努力 這是 另外一個其實也是 那時候 做文件的時候我們有問到 這個武器不對等 勞資爭議難保障 所以那時候史黛亮也在問 是不是有可能設立特殊的法庭來處理 因為目前勞資爭議都是透過民事訴訟 由普通法院審理之 那普通法院的法官 不一定了解勞資爭議的一些特性 最近勞基法修正也在關於舉證責任 也做了很多討論 那當時 設置勞動法院或訂定勞資爭議的特別訴訟程序 那時候院長被提名人 許忠麗是說值得考量 副院長被提名人說會積極推動 那這個咧 專業部分 那個我們是進行中 也是既定的方向 政策方向是會做 所以未來會設立勞動法院嗎 這部分還在評估 還在討論中 那他到底是要設立一個程序 或者是一個 所以勞資爭議特別訴訟程序 要嘛程序要嘛就是法院 或是兩個都有可能 目前都在運用 那最有共識的是哪些部分 這個跟委員報告 還沒有形成一個結論之前 只是在討論而已 是 不是啊我們在想說 那至少你有三種選項嘛 要嘛勞動法院 要嘛你還是這個特別訴訟程序 要嘛兩個都有 這個目前還在評估啊 因為基本上勞資的問題是全國性的 他跟我們目前除了勞資之外 另外一個商業法院 那這兩個都是完全不同的思考 那勞資這部分是牽涉到全國性的 所以我們的考量 會有這個多項的考量 所以副民主長我們可不可以有這樣結論 各案的憲法訴願你們現在在做 是一定會推的 可是法庭直播 你們現在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主力來自法官 我們可以這樣講嗎 這部分 檢察官可能不在你們管 可是法官有很多意見 我想不是很多意見啦 就是說基本上 有意見 是有意見 那不代表很多意見 那牽涉到制度的改變 我們總是希望 副民主長我會覺得說 要不要去考察一下其他國家 他們是在怎麼考量之下 去做這些動作的 不要最後台灣的法院 真的雖然可以開放旁聽 可是規範這麼多 讓人家覺得是最不透明的一個 我覺得 開放透明不只是資訊的取得啦 我覺得也是有負起責任的問題在那裡 那至於勞治爭議是不是有個特別法院 或是一個特別的訴訟程序 你們在討論 不過方向往這個地方走 希望能很快給立法院一些比較明確的答案 好不好 我想我再請總許我跟委員做一個補充報告 剛才提到說在法官的意見當中 他是考慮到隱私 不過我敢跟委員保證 這些法官 他的考量也是站在對人民的保護啦 隱私的保護 他並不是基於自己的立場 排除這個制度 我知道 我在監察法外問說 你這個彈劾為什麼不記名投票的時候 也在說在保護隱私 所以基本上在這個法庭的直播 這麼多隱私需要保護 可是責任卻不用負 這是一個 那個權衡之間要怎麼去取決 那我們在討論之後 其他國家都沒有隱私的問題 美國 加拿大他們都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會參考國外的法律跟國內的狀況 我們會做一個最後的一個定案 我的意思是說直播是最快 讓人民覺得法律是他可以看得到的 我想請副民主黨這邊 真的好好考量 我百分之百贊成委員的高見 謝謝 所以我們可以說領導階層是支持的 只是法官有不同意見嗎 我們不能不能不能這樣講 這個透明 好啦好好努力好不好 謝謝 謝謝